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weep的UI 今天是第21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谈出Sweep的视图 今天咱们采用MVVM的模式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谈出视图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谈出Sweep的视图 咱们开发一个简单的小APP 同时采用咱们这个MVVM的模式 来实现咱们的APP的功能 该怎么做 今天的APP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采用MVVM模式 循环数据并弹出Sheet的窗体 该怎么做 今天内容比较多 咱们赶紧往下进行 是这样 今天因为我给您采用的是MVVM的模式 所以说我分成了几个文件 但是因为我的课件 不想把这文件分的太琐碎 所以说我大体总结为三个文件 您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 您每一个结构体 或者说每个类 应该单独建一个自己的文件 然后或者说建一个文件夹 把同样类型的文件类 做自己的规划 好不好 OK 今天我大体上给您分了三个文件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首先是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数据 全局数据类 叫做APPData 它做成一个文件 这里面都有什么内容 咱们看一看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荒野乱斗 这个是Supercell公司出的一款游戏 我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我就以它为模型 咱们建一个数据模型 建一套循环的数组 然后咱们循环它 显示每一个英雄的具体的内容 好不好 怎么做 咱们看代码 首先我这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描述每一个英雄 或说每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游戏 如果您要是玩过的话 您知道 里面现在是40多个角色 对吧 我这就建了一个角色 或说英雄的数据 我建的比较简单 就三个属性 大家请看 一个是这个名字 一个是显示名 一个是它的攻击力 对吧 你攻击力多少 对吧 我这个名字 其实是用于显示 这个角色的图片 这个显示名 就直接 这个英雄 叫声名 就直接显示在画面上 对吧 它攻击力多少 是一个数值表示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模型 对吧 OK 接下来 现在是英雄 view模型 也就是说 它在view中显示的话 这个类 是要把view和这个模型 连接关联起来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就建了一个viewmodel 对吧 它有一个 它实现了这个ID的接口 那么咱们看一下 你既然实现了ID的接口 或者说叫ID协议 是这样 微软系的这个变成语言吧 都爱叫接口 这个苹果系都爱叫协议 其实都是一回事啊 这是一个ID协议 所以说呢 这地方咱们需要声明 一个ID属性 没说的 然后在咱们这个view模型里面 给上一个英雄模型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英雄的节用体 在这个view模型里面 包含进来 对吧 为这个view使用 对吧 英雄view嘛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这个没说的 这个描述的内容 一会儿也会打印在屏幕上 OK 咱们有了数据模型了 有了view模型了 接下来 大家请看这位置 我呢 想建一个全局的数据对象 这个对象的生命周期呢 是咱们整个的生命周期 好不好 也就是说 在今后 咱们认识 咱们开个app 在任何view中 都能够直接存取访问到它 好不好 我建这么一个应用程序级的数据类 叫做appdata 没问题吧 应用程序数据 然后呢 它是可被观察的 在里面 我呢 释放了 或者说出版了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所有的英雄的数族 对吧 它注意这个地方 它不是英雄模型的数族 它是英雄view模型的数族 好不好 这个地方要做一些简单的注意啊 为什么 我再回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英雄模型 仅仅是和数据库文档 或者和数据库记录 一一匹配 对吧 那么如何显示在画面上 是需要view模型 对它进行封装加工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想显示在view上 那这个地方 咱们当然要定义 view模型的数族 这个地方您要有所理解啊 OK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appdata里面 有个初始化函数 我呢 把这个数据进行初始化 是这样啊 一般咱们开发app的时候 咱们原始数据从哪获得 如果您仅仅是一个 比如说 我要开发一个这个 被单词的软件 对吧 那么您整个单词库 就可以存在这个app里面 那么在app启动时呢 咱们就可以通过 本地jason文件啊 等等进行初始化 对吧 如果说您编的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新闻 这个网易新闻 等等这种新闻类的app 那么您在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去书记库 去这个远程的这个api书记库 去取到最新的新闻 在这地方进行初始化 然后呢 显示给用户 对吧 这两个不同的设计逻辑啊 OK 今天我采用呢 就是说 咱们不同数据库图 咱们本地初始化一套数据 然后呢 用于显示和应用 好不好 所以说我在这个appdata的 构造函数里面 咱们把这个英雄数组 进行一个初始化 我呢 为了简单 我只选了四个英雄 四个角色 其实现在有四十多个了 OK 好 咱们说完了这个之后 咱们往下看 下面是咱们应用程序的 试图的部分 有两个试图 一个是英雄详细试图 这个英雄各种详细的数据啊 在这个地方会显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 咱们的主试图 入口试图 咱们先看入口试图 好不好 这入口试图里面 大家请看这个首要位置 它从整个应用程序的 环境变量当中 取到了咱们刚才定义的 这个appdata的数据 这数据已经都出发好了 都拿到了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就要循环它 显示它 好不好 咱们往下看哦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咱们在这个主窗体里面 我做一个list的循环 这list里面呢 又套了一个forge 它干什么 它就去循环 咱们整个appdata里面的 这个英雄数组 这个数组怎么回事 往上走 看一眼 如果您忘了再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吗 就是这个数组吗 就循环它 对吧 OK 咱有四个英雄啊 现在 好 咱们在这个地方 在主画面中 循环这个英雄数组 然后呢 又用这个h stack的空间 做行 行对站嘛 把它显示在咱们主画面上 这地方就没什么了 咱们这个每一行显示 一张图片 以及这个一个按钮 当用户点击按钮的时候 会激活一个模板级的open sheet 这么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什么 这个变量往上看 是一个英雄view的模型 那么当用户点击时 就把用户点击所在行的那个view模型 付给咱们模板级 好不好 其实咱们每行逻辑 就这么一个逻辑 显示英雄的图片 右边呢 跟一个按钮 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把当前用户 当前用户点击的这个英雄的view模型 附到模板级的这个open sheet的变量里面来 这open sheet怎么用 往下看 在这个地方 open sheet 然后呢 会调用 open sheet的点击之后呢 会调用咱们heroview 然后呢 把咱们用户所点击的那个英雄的数据 或者说这个view模型传进去 OK 咱们主画面就完成这么一个逻辑 循环咱们应用程序数据的英雄数组 然后呢 每一行显示一张图片 以及一个按钮 当用户点击按钮的时候 就会进入这个英雄的详细view 就是这个heroview 对吧 同时呢 把这个英雄的数据传过去 那么这个view该怎么显示 咱们往上看 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 heroview 它呢 接收到了这个当前用户选择的这个英雄view 那没说的 下面用一个V对站 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显示出来 这个我就不给你一行一行解释了 它就是标准的空间的使用 你看我以前视频的都能够明白 哦 好 接下来并没有完 咱们往下看啊 这个地方 可能有朋友会提问了 你这个地方 从环境变量中 接收一个英雄数据类 能接收到吗 对 不能接收到 为什么 咱们看啊 我这个英雄数据类定义好了 对吧 但是我还没有实力化它呢 对吧 我没有实力化它的前提下 我在咱们整个英雄程序启动view 就想从环境变量中获得 是不能获得的 对吧 那么咱们应该初始化 实力化一下 咱们这个应用程序数据 然后把它注册到整个环境当中去 那么咱们才能够用这个语法 从环境变量中 读取到这个APP data 应用程序的数据类 对吧 那么怎么初始化 怎么注册到环境对象当中去呢 往下看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MyApp的生命周期 这个是Swift UI的生命周期 这个您在建APP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一个类 它默认给您建好 您在这个类里面干什么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APP data 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初始化 同时把它设为是带状态的对象 好不好 这个是iOS14新出的一个对象 咱们一定要记住 OK 在这个地方呢 我声明一个全局的APP的数据类 同时它是有状态的对象 然后怎么做 大家往下看 这个地方是咱们的启动窗体 启动类 在这个地方 咱们使用这个环境对象注册方法 把咱们这个环境的APP data 以这个方式传进去 那么通过这方式传进去之后 就这么一项代码 相当于是说 在咱们环境变量中 注册了咱们的APP的数据类 那么注册完之后 在咱们的view中 就可以通过这个包装器 把这个APP data读到 我想我都给您讲明白了 好不好 如果您没听明白 没关系 视频导导 开始处 您再看一遍 我都给您讲明白了 好不好 OK 既然讲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马上建个APP 咱们运行一下 好不好 看结果 Go 咱马上建一个APP了 马上开始 咱们就叫myapp 没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咱们今天用到了 圣母周期类 所以说一定要选 Speed UI的APP的圣母周期 好 下一步 然后存到我的桌面 这都没说的 好 然后我整理一下 对齐 关闭 没说的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一步步的 把我的类建出来 我再说一遍 因为我现在是教学课程 我的类又不多 所以说我仅仅建了三个类 您应该建 每一个类 或者说每个结构体 都应该规划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用组的方式把它分开 或者说用文件架的方式 把它分开 好不好 OK 先 先少许 马上开始 咱们再建 先建一个appdata类 好不好 咱们就appdata就行 然后在这个地方 咱们按住这个command 加n键 开一个 Space新的file 没问题 存过来 出来了吧 然后拷贝上咱们的代码 这代码 刚才我一行一行 都给您讲过 拷贝过来 提到这个foundation 没有问题 然后command b编译一下 应该是不报错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到咱们的content view当中 拷贝上代码 首先是咱们的英雄显示细节view 没有问题吧 拷贝过来 content view没有问题 把上面这地方 拷贝过来 然后再拷贝咱们的content view 我也是都有 好 好 这个地方 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它是不能够运行的 为什么 对 生命周期的地方 咱们还需要声明 在哪 就是这个文件 对吧 这是记载着 Swift UI的生命周期的格式 它比UIKit生命周期的代码 又简洁很多 不过功能是一样的 咱们今后 我会跟你讲 它和UIKit的区别 好 咱们先少细 先拷贝上咱们状态对象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比State要重要 然后呢 在拷贝上 注册环境变量的代码 注册到这个view中去 这个位置 好不好 然后咱们代码部分都完了 咱们选择command加币 编译一下 OK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先不运行 咱们回到咱们这个view中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位置 咱们循环每一个英雄的时候 都要显示一张英雄的图片 对吧 然后呢 咱们打开每一个英雄的细节的窗体的时候 也会显示一张英雄的图片 这英雄图片咱们还没有呢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新建的工程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运行这程序之前 应该把这图片资源引入进来 对吧 该怎么做 咱们试试啊 选这个asset 在这个地方 咱们把图片拽进来就行 我提前给您准备好图片 咱们把它拽进来哦 大家看看 这个位置 我给您准备了 提前准备了四张图片 我尤其喜欢这个atubit 我把它拽过来 拽到这 OK 那么咱们的app中就有了图片资源了 现在就可以运行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好 试一试啊 先按住这个command加b编译一下 看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然后选择我经常用的8加 当然哪个都可以啊 然后按住这个command加r键运行起来 好 我缩小一下这个窗体 OK 咱们看看结果 看看是不是把英雄列表都显示出来 同时咱们点击一个英雄行的话 会进入它的详细页面 这详细页面呢 是使用sheet pop的方式进行显示 大家请看 咱们已经都装好了 是吧 已经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list view 没有问题吧 显示英雄的图片 或者角色图片 以及它的名字 没有问题显示出来 然后咱们点击其中一个英雄兽 比如说是b 用popview的方式呢 弹出了这个角色的详细的内容 同时呢 图片带过来 名字带过来 以及它的详细描述攻击力 带过来 b的攻击力是非常的强哦 OK 这就是今天大概给您做了一个简单的app的方式 大家想想 我用list的方式 把数据显示出来 然后点击之后 我是以popsheet的方式呢 显示数据 当然 您也可以不用popsheet的 您用上期 上上期 我给您介绍的 navigation view的方式 点击之后 进入到它的详细view 再点击左上角返回 也是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您也可以开发市面上 类似于这个news app的这么一种 新闻的app程序 完全的没有问题啊 技术呢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稍微有点多 您呢 最好把我代码下载之后呢 本地手动敲一下 运行一下 您就能够得到深刻的理解 我是这么认的哟 好 以上呢 就是全部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